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0月19日 甘美奥主场好巴毙 周四清早 巴甲继续进行 届时甘美奥将坐镇主场迎战巴拉纳体育会 虽然两队近况都未如理想 但甘美奥经济主场表现十分强势 而且他们最近一次对镇巴拉纳体育会也已胜利告终 因此金仗 还是更为看好坐拥主场之力的甘美奥笑到最后 甘美奥经济联赛整体表现不俗 26轮联赛过后 他们取得13胜5合8负 暂时击44分牌在积分绑较前位置 进攻端表现出色显然是甘美奥抢分的一大一仗 要知道 他们联赛至今均场能攻入1.62球 是巴甲目前攻击力最强的队伍之一 这显然让一众对手未知忌惮 另外 前锋路尔斯 苏亚雷斯近期脚风颇顺 此子最近四轮联赛斩获三球 入球能力极强的他金仗 无疑是巴拉纳体育会后防线的噩梦 虽然近况有下滑迹象 但甘美奥金仗回师主场绝对是一大利好 皆因他们金仅联赛主场好取十胜二和一副佳季 主场胜率高达769% 而且球队目前正处于主场五连胜之中 可见金仗主场作战能给球队增添不少争胜本钱 阵容方面 后卫基洛美和中场菲拉比卡巴路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 巴拉纳体育会最近整体表现实属一般 他们最近十轮联赛战绩位三胜六和一副 期间不胜率高达七成 可见球队如今争胜力不足 此外 巴拉纳体育会近期防守端表现一遭人诟病 他们最近七轮联赛当中多达六场球门失守 由于金仗对手甘美奥攻击力强劲 巴拉纳体育会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更为让人担忧的是 巴拉纳体育会经济作客表现明显不及主场 他们联赛至今作客仅得三胜三和六辅 作客负率达到五成 而且最近一轮联赛作客一以零比二完败告终 这显然给巴拉纳体育会此番出争蒙上一层阴影 再者 巴拉纳体育会最近一次对阵甘美奥也以舒波收场 球员在心理方面处于下风 由此可见 巴拉纳体育会金仗恐怕要失望而回 阵容方面 前锋玉陀洛基和中场基斯殿爱华斯等人因伤眷情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